一群人聚集在栏杆旁边 仔细一看草丛内突然冒出了两个人头 走在前面的男子神情痛苦 身体悠悠晃晃感觉快没力气了 男子整个人趴在栏杆上一动也不动 感觉累坏了 救护人员纷纷上前协助男子脱掉长辈 扶上救护车紧急送医 事发在宜兰苏沃一名男子攀登屋檐角 十一四一个不小心脚抽筋受困巧逼 男子紧急拿出手机自行报警 这才解除困境 从事户外活动时最好尽量避免独自一人 还有事先告知亲友去处 才能尽量减少一味发生 记者林医生王亭亦来采访报道